聖誕節快到了 大家都要想想做什麼Party的小食 今天就要教大家分享做這個白汁雞肉杯 有點像是一個脆皮的杯 裡面有些白汁的雞柳 上面有些小紅莓 很有聖誕氣氛的 首先我要做這個白汁 當然我不會用到忌廉 我會用杏仁奶來煮 其他植物奶類都可以的 魚豆奶、意麥奶都可以 我這裡有100ml 首先我先開爐 我們就倒這個奶 然後把奶放進去 倒了這個奶之後 我們就可以逐步逐步加些麵粉 令它的汁越來越濃 我這裡就預備了大約2湯匙麵粉 你一直下的時候 你就要一邊攪拌 令到那些麵粉都溶了 在奶裡 這裡我們就一直用慢火去攪拌 然後呢 就大力一點 令到那些麵粉粒都不見了 很滑溜 這樣 如果現在還沒夠力 攪拌麵粉粒都不緊要 我們一會兒可以用隔篩 隔篩隔 我們這裡就可以預備定 這個油 我就用了椰子油 菜油也可以 我大概是1湯匙的油 我們這裡就要繼續攪拌 那我就要預備鹽 好 這裡大概是半茶匙 可以加少少香草 胡椒 少少 OK 我們就攪拌均勻 OK 這個就煮好白汁了 那現在呢 就要準備那個雞柳 那雞柳呢 就是這個 上一次用來煮椰汁雞湯的植物雞柳 那今次呢 我們就做西式了 就做這個白汁雞柳 拍鬆它 這樣呢 放一些水 沖一下 沖一下 沖一下表面的香草 然後呢 就拍鬆它 然後呢 就這樣切粒粒 就可以放在那個白汁裡煮了 就調一下中大火 然後可以倒這些雞柳 這個白汁雞柳已經做好了 現在就熱了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放在飯裏做白汁雞王飯 現在就放在馬邊備用 我們就要做這個酥皮杯 來到酥皮杯的部分 外面有很多這些職用的酥皮 有薄薄的 也有厚的做餡皮 我選了這個比較薄 買回來就很大塊 你可以剪開來用 記得千萬不要讓它完全溶化 解凍後才來用 很麻煩 因為它太軟了 你就很難處理 最好剛剛好 融融的 你可以用 可以摺起來 扭起來就可以用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有一個這些 Muffins的模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你呢 就塞滿了那個Muffins的杯 你可以用筷子 然後放在下面 就刺一些洞給它 讓它容易一點 讓它舒服 讓它容易一點 冷氣 讓它容易熟 現在呢 就可以把它放進爐裡 焗了 那就大概是180度 焗它20分鐘左右 哇 已經是很金黃色了 對嗎 那我們現在這個時間呢 就可以把雞肉塞進去 拿著筋 那你就可以把白汁雞肉塞進去 好 那我們呢 可以再放入焗爐 焗多大概5分鐘左右 好 都是180度 是不是很吸引呢 看到都想吃 這個白汁雞王酥皮杯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加些紅莓 或者露筍 整色整水 令它更加之有節日的氣氛 和色彩 嗯 整色整水 下次再帶給大家一些Party's的主意 記得黏著我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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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